首先就是第一次在學校裡面 可能是初中那個年紀吧 意識到為什麼每天都要在這個教室裡面 一週五天每一天八節課重複的上一年 我覺得身為學生 當時都會覺得世界很大 當時會覺得世界也充滿了很多的位置 那種好奇心為什麼我要被困在學校的這個囚勞裡面 就是我第一個念頭的轉變 跟大家不一樣 也許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我不知道 但當時我覺得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這麼沉浸在念書裡面 有些人好像很輕鬆就可以拿到全校第一名 全班第一名 這樣的人我也很佩服 但好像不是我 我也有努力過曾經想要變成那樣的人 我也曾經因為在爸媽的這個監督之下也是一個平學兼優的學生 但是當我在初中的那個階段的時候 發現外面的世界對我更有吸引力 然後再來就是我高中在某一堂英文課的時候跟老師說我就是想當藝人 然後我回到高中做訪問的成為藝人做訪問的時候 老實說我是全班唯一一個實現自己當時承諾的人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 對轉折 我體驗到第一次所謂的心痛所謂的鼻酸所謂的眼淚是 就是像水龍頭一樣淚流不止那就是第一次初戀的時候 這是一個轉折 一個生理上的開啟跟感情上的體驗 哇原來所謂的心酸並不是只是一個單純的 形容實在是真的一個痛覺 永遠記得那一天 在電話這一頭的我是多麼的脆弱的 嗯 甚至是跟當時很常吵架的媽媽 我都不得不稍微的依靠她的力量這樣子 再來就是第一次體驗到死亡的時候 是我一個曾經很要好的一個朋友 在我拍完終極一般殺青的那一天 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打給我 說誰誰誰 離開了我這樣子 我說蛤 開玩笑吧 當時在一個極度快樂跟極度錯愕的一個情境下 我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 極度快樂是因為殺青 極度錯愕是因為這是什麼消息 我沒聽過 尤其是有一個曾經跟我很親密的人這樣子 然後就回想到底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 然後我就想起很多的電視劇裡面 借酒交愁 好像要這時候是不是應該喝酒 剛好那一天殺青酒 大家就約了去唱K 然後第一次 喝Vaga加雪碧 喝Vaga加雪碧 就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醉 喝到需要劇組同族的工作人員把我扛回家 然後完全沒有自覺 然後隔天醒來 我大概客廳一個人 我大概七八點就醒了 一樣的鳥叫聲 一樣的陽光 一樣的世界 一樣的客廳 但好像什麼東西不一樣 但是好像什麼東西又都沒變這樣子 就是我第一次對死亡的一個認知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次的死亡 再來是團體的時候的那種掙扎 太多了